短短的16年,朱温的儿子就替朱温还了债,也成了亡国之军 不过,朱家的这个亡国之军,可比当年的唐朝中李业和唐爷弟李处凄惨多了 大家好,今天的新舞的演绎,咱们讲讲后唐灭后梁的故事,我是杨立辉 王雁章中都战败被杀后,残兵败将逃往遍梁 告诉朱友真说王雁章被唐军所擒 唐军正长驱而来,梁祖祖友真吓得惊慌失措,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文武百官面面相去,无人说话 祖友真见无人说话,主动对宰相靖祥说 朱现在后悔,不听你的话,现在事情已经紧急万分 不要记恨朕,伟朕响一良策 靖祥哭泣着说 我受先帝厚恩,已经三十多年 虽然名为宰相,但我对待陛下,就像对待我亲儿子一样 我之前说过,断宁不能重用,陛下不听 现在唐军将至,断宁还在河北,不能救援 想请陛下躲一躲,估计陛下肯定不同意 谁想让陛下亲自率兵出战,陛下估计也下不了决心 今天就是张良臣平在世,也难为陛下想出好主意 陛下,你就让我先死,到下面侍奉先帝吧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社稷伦王啊 为何一向以竹子多毛著称的靖祥 此时不肯为朱友真献上一剂呢 此时的后粮并没有到山穷水晶的地步 至少可以退到西都洛阳 真实原因,史书上没有交代 咱们作为后人,站在上帝视角 等一下讲完这前后几天发生的事情 尝试分析一二 这时候朱友真手上还有一支生理军 那就是控鹤都 控鹤都有数千人,并且控鹤都的将士 也都请命要出城迎战唐军 但朱友真并没有让他们出城迎战 因为他已经隐隐地觉察到了不对 他觉察到有人要对自己不利 果然真的让朱友真猜到了 有人要谋逆 朱友会是朱全玉的儿子 生性聪慧 很多人对朱友真失望 转而寻求民主 就看中了他 这群人想趁大地来犯 人心不稳之际 鼓动禁卫军夺下皇位 密谋的消息被朱友真知道了 他不清楚朱友会背后有哪些人支持 但朱友会是凝聚人心的核心成员 除掉朱友会 至少短时间内对方无法行动 朱友真让康克都抓住了朱友会 同时还把朱友会的哥哥 朱友量 朱友能等人一起抓捞起来 朱友真不放心 他担心会有人再次利用其他中心 就把自己的弟弟朱友庸 朱友会等一干忠实 也全部抓捞起来 为了永绝后患 最后他还把自己的这群弟弟们全部猝死 没了中心 在朱友真的视角至少内部稳定了 他下令让开封抚引王瞻 巨龙百姓登城守备 想来以王瞻的水平建守个几天 还是没啥问题的 剩下的只需要坐等断宁六万打军来源 那自己这个皇帝还是可以再做几年的 可没想到他等来的 却是自己派出去搬救兵的张汉伦 原来他派张汉伦骑快马去河北追断宁 让断宁立马会员 张汉伦走到华州的时候 可能是黄河水蔓延 道路湿滑 一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 摔上了脚 加上黄河泛滥 他觉得就凭自己这个残疾人 肯定无法完成任务 干脆退了回来 朱友真又惊又怒 他再次选了一批青星 让他们假扮百姓 带着密封腊丸再去河北招断宁 然而这群亲信 刚出城就躲牢起来 这时候 听闻李世元大军已经快到城下了 朱友真大急 召集亲信商议对策 有人建议向西逃往洛阳 收拢散兵 或可以再次阻挡唐军 也有人说 再给断宁下旨 让他赶紧回欢 控贺毒指挥使黄斧林 说道 断宁本来就不是大将的料 就算他现在及时赶到 就能转败为圣吗 况且断宁听说王彦章兵败 估计早就心惊胆战 恐怕未必能为陛下敬忠啊 赵岩在旁接着说 事已至此 下了此楼 谁还能信任 朱友真见自己的这盲亲信 提不出好主意 就让人把朱一宰相 召集过来一起议事 宰相郑爵献计道 臣愿带着传国宝 诈降唐军 或可暂缓敌军 朱友真说 我倒不是珍惜国宝 只是就算一亲所奏 真的能起到作用吗 郑爵趴在地上 好久才说道 恐怕 难以起到作用 这时候在场的 并非只有郑爵一人 静祥李震也都在场 他们还是没有给朱友真 出上遗迹 朱友真见群臣都没有主意 只好散朝 他日夜哭泣 不知所措 想到郑爵提到的传国宝 就让人拿出来再看一看 谁知道 这时候传国宝已经丢了 想来是被哪个人偷走 到唐军中换命去了 当夜 朱友真最信任的赵炎 不辞而别 逃亡许周 两组朱友真再无指望 对方佛林说道 李氏是我家世仇 实在难以低头 不能等他们杀我 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方佛林说 我为陛下斩杀唐军 就算是战死都没问题 绝不敢接受陛下这个诏令呢 朱友真说 你是想出卖我吗 方佛林情急之下 想要自问先死 朱友真用手阻挡道 我和你一起死 说着就握住方佛林手中的刀 向脖子一抹 鲜血喷涌 躲地而死 方佛林也自杀殉国 朱友真在位十年 中年三十六岁 史称后梁末帝 纵观整个五代 朱友真算不上平均 但他也不是泛泛无能之辈 只是特殊的成长环境 让他养成了多疑的性格 以至于手上明明有镜祥 李正 刘荀 王衍章 霍远威 王瞻 等一众名臣名将 甚至还有后来证明能力出众的 独眼球 董章 赵亭尹等人 他却素质高阁 气质不用 而是偏听偏信 赵炎 张汉鼎 张汉杰 等年轻的二代们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也无可厚非 可就算是用自己的人 也应该折现而用 朱友真过于感情用事 坚持用扶自己上位的赵炎和自己的爱妃兄弟 朱友真一共在位十年 是五代在位最长的郡主 也是出彩戎外 唯一一个不那么废的二代 诗人不明 用人为亲 偏听偏信 成了他的标签 也成了他的牧子名 现在大家多少可以理解 为何静祥不愿意再给朱友真出主意了吧 我从上中下三个角度 尝试为大家解读 后凉最后几天 出现的各种诡异的情形 一 为何静祥等一众老臣 没有给朱友真出一个像样的主意 甚至郑爵还想带着传国宝 偷偷跑路 二 为何罪悟真要失守变连行 不愿意去洛阳或者其他地方 三 唐军也就来了几万人 以王真的能力 带着控克都数千正规军 加上临时组织的百姓 真的就守不了十天半月吗 要知道 安死之乱时 张寻也不过六千多人 在完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 坚守隋阳城 硬刚十几万打军 可以长达十个多月 我先说这三个问题背后的核心逻辑 那就是人心善了 从上层角度 也就是皇帝和宰相的博弈角度来看 自从朱友真继位以来 一般老臣被他数字高阁 朝中掌权之人 要么是年轻的亲信 要么是善于溜血拍马之徒 靖强这种以实力坐上高位的人 不愿和这群人同流合污 对朱友真的这个朝廷失望至极 二来 当时的政治生态 并没有给靖强力挽宽的机会 他很清楚 朝廷的问题 实际上是以朱友真为首的小集团的问题 这种想法实际上已经成为 当时后梁朝廷有识之士的共识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另立新军的暗流 史书上并没有说 靖强是支持朱友真继位的主谋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次导真行动 肯定有以靖强为代表的老臣们的影子 让靖强没想到的是 朱友真是真的很 不仅杀了朱友慧还杀了所有有可能继位的忠亲 这让导真派一下子没了合力点 从忠诚角度也就是文武百官的角度来看 对于文武百官来说 老板不行了 跳槽分口换吃还是可以的 没有谁想死保后梁 加上近些年来人才凋零 的确找不到一个能应对如日中天的李存旭的将领 所以当时的后梁文武百官更像是一群吃瓜群众 当然 这中间还不乏想给新主人送点礼物的人 要不然为啥穿过宝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恐怕有机会 甚至有人会割下朱友真的头颅送到唐军去 从底层角度也就是普通军事和百姓的角度 谁来做皇帝对于底层的人并没有区别 更何况当今圣上 刚刚不顾百姓死活 掘开了黄河 后来已经失去了人心 不论逃到哪里都一样被人唾弃 就算是强行征兵组建了一支军队 估计也很难有战斗力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小原因 洛阳是张权义的地盘 一来他不是朱友的嫡系 二来他也不喜欢 朱友真 朱友真去洛阳 恐怕也是羊入虎口 总之 朱友真自杀殉国 的确是无路可走了 随着朱友真的死去 后梁也算亡国了 从朱温篡堂 到朱友真自杀 国座16年 后梁是秦汉之后最小的正统王朝 因为他是篡堂治理 加上又被制成堂的继承人所灭 很长一段时间被定义为伟朝 史书上也多是贬义记载 所以很多人对后梁一直是负面的印象 实际上后梁在五代中排名算中上水平 不论是军事 经济还是民生 都算是那个时代不错的政权 而且还有朱温 炒根奋斗和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 朱友真自杀的第六天早上 李世元才到达汴州城下 王子安没有抵抗 开城投降 李世元入城暗民 禀名李春旭 没多久 李春旭也到了汴来 李世元率梁国旧臣出城迎接 梁国旧臣俯首告罪 李春旭好言安抚 依然让其各安其知 然后他拿着李世元的衣服 用头撞了一下李世元 说道 我能有天下 你父子功劳甚大 说罢 入城在元德殿接受群臣拜贺 李震对静祥说道 新竹已经下诏赦罪 咱们一起去朝拜新军啊 静祥愤然道 你我二人同为良相 昏君不能见 古王不能救 新竹如果问到此处 该如何回答 没多久 静祥听说李震已经去拜老李春旭 探窃道 李震 枉为大丈夫 国王君死 我有何面目见人 说吧 悬梁而死 有人把罪友中的人头献给了李春旭 李春旭看到后 失意地探道 古人有言 恩怨仇恨 不及厚四 我和良主十年对垒 没能在活着的时候见一面 现在他死了 遗骸应当安葬 只是这首级我要拿到太庙中祭祀 可以用箱子装起来 第三天 李春旭派李春科去招降段宁 李春科在丰丘遇到了段宁的先锋部队 可见段宁的确来救援贝良了 先锋官断焰球 得知梁祖一死 也就偷向了李春科 段宁知道后 率麾下五万多人 也偷向了唐君 李春旭召见段宁 好言安抚 还让段宁回自己家居住 段宁得意洋洋 毫无愧涩 后良旧臣 看到他的这个样子 都恨得咬牙切齿 段宁暗中进城 郑爵等人一批旧臣 均遭到贬处 他又和杜燕球联名上表 说赵炎 赵汉杰 靖祥 李正等人 残害百姓作威作福 不可不诛杀 于是李春学下令 将这些人一并灭族 此时靖祥已死 其他人全部被斩 可笑李正 仅仅做了不到十天的堂关 就被新主人给斩了 赵炎之所以逃亡许州 是因为他对邝国军纪都使 许州刺史温涛有恩 这个温涛就是那个 绝了十八汤灵的温涛 当年投靠李茂征的温涛 打不过梁军就投降了梁军 在赵炎的庇护下 做了匡国军纪都使 许州刺史 没想到温涛见了赵炎 一刀就砍下了他的人头 送给了李存旭 李存旭很高兴 下诏褒奖温涛 梁国各阵也都纷纷上表归降 有很多人主动入朝请罪 李存旭一一宽佑了他们 还给他们赐了姓名 李存旭赐姓这个爱好 实际是太不爱了 很多梁国旧臣 如段宁 杜妍囚 袁向仙 霍远威 康炎孝等人 全部赐姓为李 后来李世元当了皇帝后 又把他们改了回来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咱们就继续用原名称呼他们 西都留守 河南引张权毅 也来到汴梁请罪 张权毅早在四十年前 就已经割据一方 算是赐格最老的 李存旭不但宽佑了他 还和他走得很近 本来李存旭 在被朱温追悟人为素人 回去梁国中庙后 还想把朱温的尸骨挖出来 一把火给烧了 张权毅上述道 朱温虽是国之深仇 然而他已经死去 无法再给他加什么刑法 朱灭了他的全家 已经足够报仇的了 不要再开关焚尸 以存圣恩 李存旭听从了他的意见 只是产出了朱温坟上的 却室和树木而已 灭了后梁 李存旭大逢百官 其中郭松涛 全领中书 兼称德军节徒使 成为后唐实际的宰相 李世元为中书令 李存旭还把梁国宫中的嫔妃 占为己有 这一下惹怒了一个人 一个足以毁掉李存旭 一生的人 那这个人是谁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好了 随着李存旭灭掉朱梁 咱们新舞的演绎第二篇 梁进争霸也结束了 其实梁进争霸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含在唐末乱世中 上原意之变后 朱温和李克用明争暗斗了二十多年 最终李克用被打怂 躲在河东不敢出来 第二阶段是李存旭 为父报仇 从河北达到河南 十五年一不卸甲 最后灭了朱梁 为四十年梁进争霸 画上了句号 然而李存旭也不是那个 真正笑到最后的人 三年后 数十令人困之 而生死国灭 为天下笑 为何短短三年 天下无敌的李存旭 就生死国灭了呢 敬请关注 新舞的演绎第三篇 唐靖乱世 节度是大人 点赞三连 咱们下一篇再见 我是杨丽辉